为筹措经费 小天使家园将于8月25日举办募款餐会 为筹措家童生活照顾基金 小天使家园将于8月25日举办守护天使募款餐会 期望大众共襄盛举 小天使举办募款餐会其实已经今年满入地期 也就是102年 那我们为什么会办 因为它的大概有两个意义 我们觉得说自住人住 虽然我们有受到社会各界的一个捐赠 还有益住 但是其实有时候难免都会有一些财务缺口 那我们透过这个募款餐会 其实就是去让社会各界 不管是社团或企业或个人 他们愿意再相助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我们这个募款餐会 其实很有特别的意义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希望把小天使的支持者 把它聚集在一起 也是一个支持传统的嘉年华会 而且我们一直很相信 现场满满的八九百个人的一个参加者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就是小baby的一个走红地毯的走秀 那我希望是透过这种红地毯的走秀 现场满满的八九百个人的一个祝福 那这个小孩子可能他就走过一次 那明年就没有机会走 不是没有机会的 而是说他可能就到新的家庭 那可能是从台上变成是坐在台下的 这是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募款餐会里面 其实我们也很需要各界的一个协助 那今年我们是预计在8月25号礼拜天 在汉莱巨蛋会馆的酒楼 那这个也是我们延续的七年 持续在办理 那非常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那每年募款餐会 绝对不是很容易 我们都要筹备三个月时间 那透过这边也希望各界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支持 守护天使募款餐会将于汉莱巨蛋会馆八楼举行 期待透过餐会温馨与温暖的气氛 要约爱护小天使家园的社会大众 以行动支持家园 一同来参与持场爱心饗宴 十方新闻 黄慧如 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